大家好,我是苏西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当代父母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发展和教育 很多学习都会从娃娃抓起 所以现在婴儿方向的知识探索和研究也越来越全面 甚至有人专门做一些类似的实验来验证婴儿的选择 以此证明这个群体的聪明和对新生事物所燃起的好奇心 美国就有这样一位育儿研究员 他专门开启了针对婴儿的视觉研究实验 以此来探索婴儿的深度知觉 最开始很多父母都难以理解这位育儿研究员的想法 所以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 毕竟父母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无端成为实验品 但是了解到这项实验并不会给孩子带来任何危险和风险之后 家长们才勉强同意 这项实验就是视觉悬崖实验 如今已经是发展心理学的经典实验之一 首先研究员制作了平坦的棋盘式图案 为了营造出视觉悬崖的效果 研究员特意选择了不同的图案 还在图案上方专门覆盖了一层玻璃板 以此来保证婴儿的安全 从我们的视觉效果看上去 它就像悬崖一样 不知道婴儿面对这样的情况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他们会爬上悬崖的另一侧吗 经过多次实验之后 研究者发现婴儿到达有高度的地方之前 心跳就已经开始减慢 由此可见 婴儿已经感受到了前方的物体深度 不过当父母在另一侧招呼婴儿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爬过去 看来婴儿的深度知觉是先天与生俱来的 也知道如何用最安全的方式靠近自己的母亲 好了 下一期再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留言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